董老师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 其中一个议员 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的内容论述 那主要的是美国内部 现在有非常多求偿的声音 那包含了这个求偿集体的官司 可不可以算到北京中南海的帐上 所以美国内部事实上 两个算帐的矛头 一个对象WHO 一个对象北京中南海 是的 其实过去三个月以来 这个疫情在全世界大爆发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规律就出现了 第一个规律 就是过去三个月以来 谁要是亲中 那个国家就倒霉 第二个规律 谁要是相信世界卫生组织 那个政府就倒霉 这两个规律 所以川普这个政府 他已经开出了第一枪 宣布冻结 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的赞助 后面还跟着一句话是比较严重 叫做全面审查 所以世卫组织呢 他这一次 我认为是罪证确凿 简单的说 他有什么罪证 简单的说 第一个罪证 在会不会人传人的问题上 世卫组织在骗人 1月14号 世卫组织说 公开的说 不会 结果1月19号改口 这是人传人的问题 至于这个疫情 有没有风险的问题 1月23号 武汉封城的时候 世卫组织说武汉有中等风险 中国没风险 过两天 1月28号 觉得不对了 中国有风险 但中等风险 所以全世界各国不必撤侨 再过两天又不对了 1月30号宣布他说 这个是世界性的这个紧急事件 所以说 那但是又讲了 不必对这个 这个的 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 所以川普才会气得大骂 说好在我没听你的话 我就宣布封锁中国了 直到3月12号 世卫组织才宣布 这个疫情是全世界的大流行病 对不起 那个时候3月12号 全世界已经114个国家被感染了 114个 所以你看这个 世卫组织的整个作为 它是超后部署 它这个叫做麻木部署 所以它这个罪证是逃不掉的 所以除了之前的罪证 我现在还看到对世卫组织的究责 还要究责他的腐败的问题 就是他的资金的滥用 跟这种亲属的滥用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么 未来我认为川普政府 他会更进一步的结合 这个七大工业国 就G7国家 来共同对世卫组织究责 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全世界的统计 刚才有看到 全世界已经超过200万 这个确诊了 死亡超过13万 排名第一是美国 排名第二西班牙 排名第三意大利 排名第四法国 排名第五德国 排名第六英国 这前那个排名 刚好就是G7 还有个日本啊 日本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 害得最惨的国家 因为在二月份的时候 日本安倍政府 那个钻石公主号的处理的 那个过程 安倍政府口口声声说 他是按照世卫组织的规范在做的 所以日本我觉得 他一定后面也会加入的 这是一个方面 对中国的究责 还是要回到这个3月12号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 说这个病毒 是来自于美国 那当时一听就知道 这是非常愚蠢的这个做法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把甩锅 要甩到美国 所以美国的川普政府 他一定会全力反击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反击力道会慢慢的出现 对中国的究责 未来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民间 一个就法律行动 一个部分是政府的政治行动 从民间的政治行动来看 现在看得到的是 印度 美国 英国 纽西兰 已经有人 是受害者 那个是民间的法律行动 简直说提起集体诉讼 那个诉讼的金额 到今天加一加 光是这几个这几个的诉讼 20兆美金 已经20兆美金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那我当时就讲过 因为在4月8号的时候呢 中共都丢出一篇文章 这个叫新的根子赔款 叫八国联军 我当时就讲说 这不是八国联军 这未来会变成80国联军 为什么这么讲 4月8号的时候 全世界的这个被感染的国家 已经144个国家了 然后这个是人民的行动 这还不是政府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可能还讲得太保守了 应该是百国联军 就是说未来 这种人民 因为自己的感染 或是说家里有人死亡的 然后这个罪亏祸首 就是中国 这跑不掉的 所以未来还会再进一步的救折 这只是民间的 政府会有政府的行动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美国方面 第一个川普政府 他一定会陆续的把这个病源 是来自于武汉 爆发大爆发 也来自于武汉的各项证据 他会收集清楚的 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是 我们台湾有媒体 就是说有看到那个红头文件 那个是台湾的媒体 自己先丢出来 其实台湾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补上一枪了 这就是证据 后面美联社也丢出来了 美联社的这个 他拿到的也是国建委的 1月14号的内部的这个文件 但请注意川普说的 川普不是这两天 又跟习近平打电话吗 他谈的不是隐匿疫情 川普谈的是病毒来自于 你武汉的这个P4实验室 所以这个就着是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对中国来说 一个是中共你在隐匿疫情 第二个这次病毒是你制造的 你还在推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难怪习近平 最近会说 这个国际局势严峻复杂 这个严峻复杂这句话 本来是形容两岸关系的 现在对全球 对中国来说 对中共来说 都是严峻复杂 这个就着的行动 才刚起步而已 对中共来说